素有中国神探之称的中国刑警学院刑事项目学专家赵承文教授 将刑侦技术应用于考古研究 在文化遗产日即将到来之时 成功复原了一张中国古代越王勾建后裔东欧王的彩色图片 东欧王邹瑶是越王勾建的第七代世孙 曾率部参与刘邦项羽的楚汉之声 并最终为刘邦在楚汉决战的胜利有过贡献 在2200多年前建都东欧国 地处于今日的浙江温州一带 如今被当地人视为老祖宗 由于历史上对东欧王邹瑶少有文字记录 赵承文在温州考察期间特地参观了当地的寺庙 寻找散落于民间各处有关东欧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随后 赵承文教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在大量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利用刑侦工作中复原相貌的软件反复试验对比 东欧王的王侯之想才被逐渐勾勒出来 复原后的图片王者风范跃然而出 眼神深邃显露出洞悉时势 功勋卓著的睿智 庄严又不是亲切 若不是仔细打量 复原图片与普通人物照片的成像效果相差无几 此次东欧王肖像复原成功 不仅给现代人提供一个追溯东欧历史 寄托追思的载体 也为还原公元前500年左右 春秋时期的著名君主岳王勾建的肖像 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承文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形式相貌学和痕迹考古学家 多年来 根据古诗的颅谷 还原了很多古代人物生前容貌 知名作品包括《长沙马王堆》女诗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古楼兰美女》 《清代香飞》等古人的相貌 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惊终平年 《清代香飞》